海水重向天際 吞没游客的身影 回到市区内 河水同样上涨 泛滥成灾 吞噬一半车道 导致无数车辆泡汤 甚至侵蚀道路 酿成一个个大洞 连火机都纷纷躲到树梢上避难 明宅周边遭洪水侵吞 宛如孤岛 农业用地面临威胁 液成亡羊一片 美国加州上月底开始暴风雨不停 一瞬间从干旱变泛滥 目前暴风雨造成至少十九人身亡 两万户停电 加州州长聂务森 已经请求白宫发布紧急状态 官员警告这波灾情还没完 因为周末到下周 会有更多暴风雨 带来更多洪水 更多灾害 预计周一加州就要迎来这一季 第九道大气河流 意思是大气中也有像河流一样的结构 会连绵不断运输水汽造成降雨 尤其向专家形容惊人的降雨量 像是把一整条密西西比河的水灌入加州 同时山区降雪量也可能达到两公尺高 美国东南部则有多个州发生一百多起破坏性风暴 以及数十起龙卷风 其中阿拉巴马州灾情最为严峻 该州有六个郡都进入紧急状态 死亡人数预计还会上升 极端气候接连发威 让全美祸不单行 小新闻又会中播到